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荣老师 那么燕荣在昨天特别跟大家谈到 我说这个台子的部分 那么有可能在明天 也就是6月1号 有一个攻击的机会 那请问今天有攻击吗 好 我想你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字卡 好 我想在今天 果然台子的部分 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开平函附近 然后一路的一个走高中场 是收高了51点 那么从最低到最高 是拉了差不多51点上来 那这个理由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 因为这个地方在昨天5月31号跟你说过了 当数据刷到-0.10到-0.15之间 叫做对称支撑 不要刷低哦 那只要主力产本线转折翻红 它就会攻击 那有翻红吗 好 我们拉近来看 昨天正好就是这样子小小的一点翻红 那为什么会涨 因为条件都具备了 所以呢 在今天开低之后 一路一路的走高 投资朋友 你做对了吗 好 我想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A指标的一个操盘逻辑 就是像这么简单 当低点区 高点区都有所规范 包括在前面的低点是如何规范的 好 我们看到这一段 为什么上涨了95点 这里86点 这里又138点 因为当整个下刷的过程当中 整个数据都已经接近前面低点了 甚至包括这里也一样 这个叫对称支撑 这个叫做对称支撑 当数据刷到-0.1到-0.15之间 它显示的叫做低点 不要刷低哦 果然拉上来 那-0.1到-0.15之间 不要刷低哦 对称支撑出现了 果然往上拉 包括这个地方下影线的低点 来到-0.09附近 那当然就要拉嘛 投资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就是要做多 那甚至为什么这个地方刷下来呢 为什么 因为数据拉到-0.1到-0.15之间 更何况是已经接近前面的高点 这个叫对称压力 对称压力就是高点区到了 不要追高哦 果然就是高点区到了 然后一路刷下来 包括最近这个地方的一个压回 两天的一个压回 为什么 因为数据已经来到-0.09-0.10附近了 那当然转折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往下刷 所以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A指标的操盘逻辑就是像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 因为老师不会带会员朋友去在这个地方去追高 或者去杀低呢 那逻辑就很简单啊 就是对称压力到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就知道是高点 那你就不会去追高 那就不会赔这一段 那甚至呢 在昨天跟你预告的 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可以杀低 甚至这个地方有一个挤拉 也跟你预告有挤拉攻击的机会 因为对称之曾出现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需要去多花一点时间 来研究这套软体 为什么我们希望可以时时刻刻 能够盘中 特别是盘中 可以看到这套软体呢 因为光是这样子就只会票价的 投资朋友 你有看到这个软体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真应该找个机会来鉴赏一下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明天 明天的操作 明天的操作怎么做呢 会不会再攻击呢 好 我们看到这个 那么A指标除了一个方向性之外 那你常常会看到 当整个阻力成本线 创高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其实这个拉抬 不一定只有一天哦 也许会有两天哦 那这个幅度有多少 我想这个 这个这里暂时不太方便讲 那当然我想 如果你是软体会员的话 我都讲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看到这一个创新高 所以说不定明天 说不定明天 还有机会拉也说不定哦 那当然我想重点是 如果你知道这个所代表的意义 那你就会知道答案到底是什么 那重点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来操作的话呢 我也欢迎你哦 跟我们做一个洽询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大盘 好 大盘 尤其是棋子 你可能不敢玩了很多 但是股票可能买了比较多 所以当股票如果你做对方向 看对方向的时候 哇 你谈了 不得了耶 这个幅度就会很大哦 就成如这一次 我在4月17号 开始 跟你预告这个盘式呢 大盘要上去 4月18 4月21 5月8号 各跟你预告了 翻本股1到翻本股3的三档股票 哇 真的是不得了 包括今天你看到 江星段还在上涨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一看 好 燕容老师 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够预告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这盘怎么走的 那未来又有什么好看的 要跟大家讲的 好 来看看这张字卡 好 我想在今天 那这个盘式呢 是开高的 那开高之后呢 也是一样震荡 但是中场 还是有收到高点去 那盘式看起来说 真的很强啦 只有拉回来昨天一天哦 今天又拉上去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多头市场 多头市场就是一个 快速整理 快速整理 如果你一犹豫 一天两天 你没有去进 隔天就开高了 那你更买不下手 所以这就是一个盘式的特色 从这个地方哦 只拉回来一天 马上往上拉 这个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多头市场 千万千万 不要随便放空哦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的话呢 主要的原因其实呢 包括我们看到整个资金面 包括这个资金面的洞囊 甚至在整个总体经济面 我们来看一看哦 好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里 黄金交叉格局延续 央行说台股动能无余 M1B跟M2年增率呢 分别连续两个月 是呈现黄金交叉的格局 那外资是净汇入的 那这个地方资金动能是非常充沛的 那最下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国内外经济的一个预测机构 预测台湾 今年大约1%左右啦 好啊 但是明年不一样哦 明年有2%以上哦 那显然明年的景气会比今年更好 那当然我想股市是整个经济的橱窗 那如果明年的看法更好 那你觉得今年要不要继续表现吧 好我想你可以观察一下 好你可以继续的等待 但是呢我怕你等太久 可能机会都错过了哦 你看到在整个总体面 经济面它其实是有一个 不错的一个这个预测 那资金面也不错 那接触现行呢 好今天为什么会止跌回稳呢 我们看到大盘 大盘的分线主力成本线创高点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有一个好的工具 这个好的工具它其实 包括以A指标来说的话呢 如果它的分线在跌势当中 跌势当中 当出现分线的主力成本线创高的时候 它代表跌势已经修正完毕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去买进持股啊 买进强势股啊 好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操作 好的工具它可以告诉你这个东西哦 那甚至我们看到 大家比较担心的金融股 不但整个主力成本线 哎创高点哦 A指标数据也创近期的高点 所以金融股会不会 这个地方带盘啊 带到哪里 带到10393啊 会不会呢 会不会过关斩将 先看到10393啊 哎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做好什么 万全的准备 因为这样子 才会有万点之后 千点的红利可以分得到哦 所以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燕隆老师啊 说真的啦 我也知道你会怕啦 大家都怕啊 股票 去这么多 去 这个 从这个8700多点 去到去 去到大家已经多少 千几点了 当然大家会怕啊 特别是万点啦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不能说 看到万点 就惊得皮皮疲 不能说这个地方 看到万点 就一杆子 打翻整船的上市公司啊 上柜公司啊 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有个季节的循环 因为有些股票 有一个先涨 先来后到 那所以会有一个 落后补涨 那先涨 落后补涨 或者说 先跌 落后跌 补跌 哎 你要去分清楚啊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4月17号 4月17号 当时大盘跌下来 我就率先市场来告诉你 这个盘不错哦 果然拉了快要500点上来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当时预告了什么股票呢 好 其中一档叫做谁呢 叫做江星段 我当时怎么说的 好 江星段 我在5月8号 5月9号 连续两天都跟你预告 5月8号 我记得应该是当天YouTube 大概是26分左右那个位置 你可以从26分钟开始看 或者在26分钟40秒的位置 到YouTube去看 那为什么当时我要去预告呢 我也会怕啊 但是我用最严格的条件来选股 什么是最严格 我知道目前走的叫补涨 补涨就是数据创高点 然后让它洗盘 洗盘完成之后呢 你在进场就不用等太久 那什么叫洗盘 当整个股价涨这一段之后呢 它一定要先拉一段上来 让你解套嘛 或者再洗一次 再拉上来让你解套嘛 那通常数据大概就要超过 这个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 那这个都有超过一半的 所以洗盘洗了两次 那所以我当时5月8号预告之后呢 我在5月9号就提醒买进 好 5月10号也提醒买进 当时都买在差不多54块附近啦 结果今天来到多少 已经64块多了呢 那真的有涨吗 好 真的涨上来了呢 当时就在这个地方预告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哦 像这样子5月8号 5月份才刚结束 你的100万变成146万呢 是不是 真的很可惜啊 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观念 很多人在股市当中这么久了 这样的技术还没有到位 真的很可惜哦 但是燕容老师呢 在股市当中15年的经验 带领A指标研究团队 那在这个地方战战兢兢 找出这样的成功模式 好 就是一个买次低点附近的模式 就是当指数 如果它要涨2000点 当它涨到1000点的时候 你可能找不到股票 这个时候 你就用补涨的模式 来做一个选股 而它的一个意义就是 先拉一个创高点的动作 再经过一次洗盘 或两次洗盘 那像这样子 它就一定会大幅飙涨 所以A指标它重点是什么 它有个方向性 A指标当你在这个地方买进了以后 为什么这里买 因为这里的位置 这里的位置 A指标的位置距离这里很远 它至少会拉到这里来 那有没有拉到这里 有啊 当时拉到这个地方第一次的高点 应该是64.3 就是先拉到这里的 先拉到这里的 所以A指标有个方向性 那跟一些所谓的红买绿卖不一样 红买绿卖没有方向性 红买以后呢 绿又卖 可能买了马上又卖 要赔手续费跟交易税 那不一定会赚钱哦 只是有买点 但是不知道好不好 不知道会不会很快遇到压力 那如果你跟到这一种的 100万好了 一个月动两次 一年当中12个月 那都不要赔哦 都没有赔哦 只有付手续费 可能一年之后100万剩40万 剩40万 这是红买绿卖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跟到的是一种所谓的 突破长虹去做买进 然后呢 你可能 比如说像这里 像这里 可能距离我们差了15% 融资可能差了30几% 那甚至你看到很多人哦 那么看到这个长黑的低点才去杀 多头市场 长黑几乎都是最低点 所以为什么你发现你老师啊 每天都在那黑白说啊 明明都空最低点 那说了些什么话 听得下去吗 是不是 空到最低点附近 在节目上跟你邀功啊 那是谁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所以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这些我们都不去管他 如果你有缘分 你就会认同我 你就会跟着我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领先的拥有这个 好 3323的加百欲 它是电池组的股票 现金殖利率4.3% 那为什么我要关注他呢 很简单啊 你不觉得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现行吗 你不觉得这个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吗 不是吗 0.12 然后你这里0.07 0.08 那这里是0.12 0.05 0.05 那转折出现了 那自然要攻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说老师 你突然冒出来的哦 真的吗 好 这个是昨天 5月31号 我跟你说 我关注这个族群 PA PA就是昨天跟你讲的 这个功率放大器 这个文帽 跟你讲的这个 红杰克 今天有没有讲 你自己去看 水资源是谁 水资源就是8936的 好 国统 我讲多久了 5月20号左右开始讲的 轴承是谁 3376的新日星 今天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 昨天有没有涨 电磁组是谁 这是5月31号讲的哦 电磁组 是不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已经验证给你看了 是谁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3323的这个加板玉 所以彦龙老师 塞在这些东西 不是欧白下的哦 都是有代表作的哦 所以你千万千万 忙老高去 那燕容老师在 5月31号节目当中 跟你讲的 那我怎么告诉 我的会员的 好 这是5月26号 5月26号告诉会员的 说有机会 转强的股票 没有错 就是这一档 加百玉 但是你看节目 真的真的 慢很多负啊 好可惜啊 好 所以有时候说真的啦 真的人家说 头领 鸡 还要聊一杯米 更何况是说 你把你们全家的财产 要去做一个投资 那怎么不要在这个地方 找一个真正可以帮助你 而且真正让你做教的一个领头羊啊 好 我想这是重点 所以燕容老师 其实几乎每一次的一个选股 好 我都是用相同的模式 相同的观念 就像这一次呢 我告诉你 都是补涨 而且补涨 补涨很久 而且幅度很大 包括这一档 好 这个是康普 好 我什么时候跟你预告 你非常清楚 一样的逻辑观念 有没有 一样的逻辑观念 那一样确确实实买进 每一次进场 都是要让你这个位积 提早六个月以上退休 那我相信一百万赚了九十万 这个不止六个月啦 可能一两年提早退休 还有谁呢 茂莲 有没有 跟你提早做一个提醒的 那你有一百万的可以赚多少 你有一千万的赚多少 用最稳健的方式 这是要给你买车 跟买家的基础 那么当然它是补涨 但是重点是 连续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而且让你很快收割 幅度又很大 就是这个模式 这个更厉害 才洗盘一次 就涨这么多 是不是 所以晏隆老师给你的股票 真的都是像这样子 当党强棒 但是你还要在等吗 你还要在怀疑吗 我想真的非常可惜啦 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呢 很多人说 晏隆老师 哇不得了耶 每一段股票 讲下去 跟做下去 都是起这么多 党党强棒 那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15年来 每天都是战战兢兢 我快假日 我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最大的兴趣是研究股票 整天都坐在那里研究股票 这就是我的人生 那你说老师 这样不会太无趣 我说这是我的兴趣 我乐在其中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说真的 你不用15年啦 你在15年可能把自己 要释出一套方法 可能这钱都掉了 那所以呢 你可以有一个 速成的一个捷径 先把这样的抠讯 或者像这样的软体呢 可以时时刻刻的看到 我相信这个机会点真的是 将来你不会去追高 为什么不会追高 有没有再次的证明啦 好 昨天的节目告诉你的 我说这个能不能够买 就请你自己看软体嘛 对不对 昨天让你看这个 那请问今天怎么走的 今天真的打了4%下来呢 大半的气 我们今年可以把你落的股票 真一天就先跟你说 彦龙老师到底是 专业还是赌博呢 值不值得你跟随呢 你要什么 你自己斟走一下 你的下一步需要 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来引领你 需要的是这一个吗 好 包括这个地方 我带货委员的方式 那么持股很集中 不追高 有大利润才做 没有个三成五成 我们绝对不做 而且我也绝对不会在大盘 明明涨了两千点了 那还在放空 有人甚至空了一年两年了 我觉得这样子分 真的是太陷了 太可惜了 那这个是要让你翻身的机会 那每个400点就有这个机会 你看这个1500点 你就错过四五次这种机会点了 真的很可惜 难怪救惠员总是 不断地升级续约回娘家 为什么 因为他都知道 一件熟悉的事情 彦荣老师绝对不会用夹口训 彦荣老师 所有做的就是有做 然后哪个等级 就是通通都有 绝对不会看电视的 跟你在将来参加之后 会不一样 绝对不会 这就是我们跟别人 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彦荣老师 每天觉得 可以抬头挺胸 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你说老师啊 现在还要有行情呢 我说机会还很多呢 别人我不知道 有人空了一两年 那当然是没有机会啊 没有股票啊 因为专业不够 找不到股票啊 但是彦荣老师 为什么一档接着一档呢 因为我们专业 我相信是值得考验的 那如果你认同的话呢 我想机会点真的很多 现在来 绝对来得及 好 明年景气更好 中线签点行情 如果不怕被嘎到 强迫回补的话 你继续空 那我祝福你 那如果你不怕 报到不跌的股票 中秋节资产少一半 请你就继续抱着 你错误的股票 但是你要把握 签点的行情 这个红利的话呢 彦荣老师 有的是方法 有的是标的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挺我 我就挺你到底 情意相挺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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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再度回来现场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未来行情怎么看呢 未来行情看法其实都没有改变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你看到中线千点行情 短线震荡没有错了 那当然包括这些族群 我们一样好的股票 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一路的做追踪 那目前你看到包括这个地方 主力成本性负贷率缩小 那主要这个地方那么还没有翻红 是因为整个金融股的关系 金融股的关系 那当然我想金融股的部分后续上它会发酵 那这里的话呢 KD值的部分你看到在80以上 那这个绝对不是所谓的这个指标过热 而是一个高档震荡超级强势的格局 那这边操作上你要去注意 拥抱补涨的股票避开补跌的股票 补跌的股票目前非常明显的 光学族群的股票 好 光学族群的股票 昨天你看过了 那三个光 三个光 那你在这个地方爆错了就财产了 真的是口袋光光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呢叫出跌段 出跌段 这一段放空的人全部认输了 强迫回补了 在这一天 这一天强迫回补掉了 所以最近在讲浴金光放空的人 都是产培出场的 那接着停卷 那真的你去空了 其实赚的是有限的 那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目前这个位阶叫做什么 叫主跌段 叫主跌段 好 我想先嘎完空头之后呢 即将杀多 小心啊 你手上的浴金光要非常非常注意 好 补涨的股票你看到了叫做PA PA我们说的叫做生化加三雄 在五六月份有一个拉货潮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搭配整个基本面 诶 线形有转强哦 然后距离这个地方有点距离哦 蛮远的哦 所以为什么我从全新跟你谈到稳貌 到宏杰科 这个逻辑观念都很接近 都很接近 那昨天讲的 今天一度拉到高点哦 139哦 139哦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涨了七八块钱上来 那甚至你看到这个水资源的概念股 好 前面其实早就一路提醒了 一路提醒了 但是我也说过了哦 那么技术现行是有转强 没有错 而且洗盘洗得很漂亮 距离也很远 那这个技术现行是很漂亮的 但是整个基板面去年是亏损的 今年第一季是小赚的0.06 那像这种股票的话呢 我就会鼓励哦 那么提醒 可能如果你比较无法承担风险的 这个就要小心保守 那我在前面五月 我记得是五月22号那天 我也跟你特别谈到了哦 好 这个地方叫做 国统的董事长梁先生 梁先生他有五千两百多张的股票 原本是直压在一银 那他把它解掉了 解掉了 那我说过这个是很有玄机存在的 很有玄机存在的 那当时是五月22号嘛 差不多是在这个附近 五月22号差不多在这附近 那果然目前看起来 好像越来越接近的 越来越接近的 那我们持续做一个追踪 持续做一个追踪 那当然最重点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燕容老师最喜欢找什么 找一档好的股票 然后来回操作 我不喜欢今天张三明年理事 我不喜欢跟别人一样成为双胞胎 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全市场大家都有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我喜欢从最低点开始做 然后呢 高低点 高低点之间来回做 就像这一档 3月2号 3月3号的YouTube为证的 精华 对称支撑买进去 当时在这个地方 因为数据0.1 拉到前面的0.11附近 所以我出场了 那接着在这个低点区 又看到了 我当然做回补啊 但是价钱不是很漂亮就是了 但是呢 这个心意也在 大概有二十几块 那这个地方是 多空线的压力出掉了 那甚至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624到629又补回来 因为这一个 那又拉这一段 总共这一段的操作 大概有160块 那当然我想 因为前面你是忠实观众的 讲得很清楚了啦 很清楚了 信者很信嘛 不相信了 那就算了 也没有关系 有缘的人再来 那当然我想 这档股票的一个重点在哪里 在这里 好 在这里 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你很清楚 好 我想目前 其实很多获利的机会 其实还是蛮多的 蛮多的 还记得我在5月16号之后 连续的三天 提醒了一档股票 在这个地方叫做 翻版股的第四档股票 5月16号讲的后续 陆陆续续有讲 那这个股票其实我认为 我认为在明天的6月2号 它将会是最后布局的时间点 你看到没有 这个康普不是这样子走吗 加百玉不是这样子走吗 那这档股票 如果你跟上了 代表100万 短期内 现股有成为130万的机会 融资有成为170万的机会 这个机会要不要 今天就看你 看你在哪里 让我知道你在哪里 这是重点 好 每一次的操作 都是持股集中 而且不追高的 而且都有一个 验证的一个证明出来 有大利润才做 绝对不会逆施操作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明年的景气更好 所以你不要怕 错过就错过了 现在机会很多 不要再空了 那报错股票 资产少一半 那如果你挺我 我就挺你到底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 这件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功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无利 成功投资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成功投资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